阿亮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台南的321藝術聚落 這裡呢以前是一個老舊的眷村 後來荒廢了 不過呢最近又變成很多觀光客 喜歡來朝聖的一個文創聚落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很多事情都喜歡跟文創扯上關係 尤其是把一些老房子翻修之後 在裡面搞文創 簡單來說就是復古 現代人不盲目的追求流行 所謂的時尚呢要帶一點歷史 帶一點回憶 不然會被人家說沒有文化 提到文化就想到了文化之都台南 來這裡看看一些有歷史的忙子 和年輕人交流交流 這樣文化和創意都有啦 什麼我講 我在圓一個夢 圓一個紀錄台灣在地精神的夢 我在尋找一種潮流 一種歷經歲月掏選 見證世代流轉的老派新潮流 跟阿亮一起出發吧 一起走進傳統理容院 體驗老紳士的優雅與品味 漫步繽紛於傘下 感受傘下曾經的絕代風華 這是一場溫故之心的文藝復興運動 出發總要有個方向 走 我們到台南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行動的理容院洗頭車 行動理容院洗頭車 對 就在上面可以洗頭是不是 可以... 奇怪洗頭不是 就直接到店裡面去洗就好了 幹嘛弄個行動洗頭車 因為我們想要推廣那個 理容院可以跟城市旅行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可以像那個 台南有很多廟會的遶境 是 所以假設是說 它可以坐在上面 然後就這樣 城民一樣高高山上 一邊洗頭 一邊看城市的風景 然後到他要去的禮法廳 所以這個發想是 從神教那個地方來想到的 對...從遶境的那個概念開始 但真的可以在上面洗頭嗎 可以... 可以嗎 你要不要體驗一下 我...我直接在上面洗啊 對... 這個人比較低調啦 我這樣怕人家看到不好意思 對啊 那洗頭是很享受的事情 可以在城市一邊 油車盒一邊洗頭 真的中這一次很難得 就滿想的 不過喔 我們工作人員可以洗 滿頭大汗 應該比我流的汗多 我把這個福利量給他 這一台理容院行動洗頭車 的確還滿有創意的啦 發明人呢 就是我旁邊這位蠢蠢小姐 本身是理容院第二代 因為現代年輕人 根本不上理容院 導致理容院一家家的關門 捨不得這些庶民文化走入歷史 蠢蠢便把理容院搬上行動車 用人力拉車的方式 讓遊客一邊享受老職人的洗頭服務 一邊感受台南街道的風土民情 而整條遊街路線也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喔 除了讓遊客坐在車上 有如神明般高高在上 純純還把一些台南的老牌理容院 當成廟口 在遊客一家家輪流拜訪 到了理容院門口之後 還辦了露天電影院 播放這家理容院的紀錄片 年輕人要宣傳老文化的心意 這個我明白 可是要客人上車體驗洗頭 這種拋頭露臉的事 到底有多少人能接受呢 好的 我已經推派代表了 我們辛苦的易洋喔 易洋昨天沒洗頭對不對 對 特別留到今天 剛好 你看 剛剛推車滿頭汗的 剛好洗個頭 所以你應該是我們這個車上 最厲害的洗頭膝師囉 對 最會的喔 唯一哥 唯一老師 你的 你從事這個 理容院多久的時間喔 兩年 兩年的時間喔 出塞了就對了 不是只洗頭 看湯塞喔 對 你剛才可以洗也可以乾就對了 對啊 都可以喔 原來剛剛跟我一起推車的蠢蠢 和這位洗頭師傅其實是姐妹 妹妹蠢蠢負責行銷宣傳 姐姐家家則是技術指導 平常姐姐在媽媽的理容院上班 一旦妹妹有需要時 姐姐絕對是義父龍池的稻廠之源 我本來以為 傳統的理容院 要不就是已經被時代淘汰 要不就是只剩下老師傅在獨撐著 沒想到 居然有年輕人 願意加入這個西洋產業 而且還做得有模有樣 洗頭的手法 完全換起了我的回憶啊 這洗頭像是我們做小孩的時候都這樣洗 對啊 還要洗什麼 這也看得簡單 我告訴你喔 這洗如果剛才補的整面 流到前面額頭 脖子上全部都是 這個控制水量跟那個泡泡是有一定的 一共幫幾個人在這個車上洗過頭 算一算的話 兩三個 兩三個而已啊 所以有活動的時候 就真的一間一間旅容院這樣子 有出巡的時候 有出巡的時候 對 所以待會就是倒下來這樣子沖 然後水就流下去了 沒有 我是倒前面 就是自己低頭這樣子 對 我要低頭往前 像我們洗手一樣 好特別喔 我昨天洗碗的時候有沒有 妳的頭就是碗公 妳就放在那個 人家洗 那沖的時候就比較小心了 不能真的容易進人 泡泡進眼睛對不對 其實你只要脖子的角度 是正確的 那個水是只會流到我的頭 滴下來去 甚至妳眼睛張開來 都還不會刺到眼睛對不對 一定會 有泡泡 所以眼睛要記得閉起來 好 像小時候媽媽幫我洗頭一樣 所以就眼睛閉起來 但是鼻子可以呼吸 好 不用閉氣 我們已經引起路人的圍觀了 大家好 哈囉 有空來一起洗頭 這樣真的如果臉皮比較薄的 會害羞耶 對 有一點 有一點害羞喔 對 因為又不像一般旅容院 上面有個鏡子對不對 對 還可以看看自己什麼樣子 對… 我幫你看一下 好 帥 沒有問題 除了鏡子以外 熱水 熱毛巾 充電吹風機 李龍院裡該有的東西 一應俱全 上了車 你絕對可以感受到老派 李龍院的服務 至於個人的隱私 和兩旁的風景 蠢蠢也顧慮到了 像車道的一邊 是完全遮蔽式 不用擔心隱私外露 但如果你想共襄盛局 那就打開小窗戶工人觀賞 而靠近人行道的這一邊 則是完全開放式 近距離的體驗 最真實的台南生活 時間計算得差不多 頭髮洗完也吹乾了 行動洗髮車 馬上來到第一站 一樣也是台南老牌的理容院 聽說這裡有一項服務 特別厲害 是什麼服務呢 我好期待喔 招安理髮廳 所以我看起來這裡像鳥店 你說是招安鳥店也有可能 招安五金行也有可能 這裡真的是理髮廳 他厲害的就是看起來不像理髮廳 看起來不像理髮廳 是他厲害的地方 對… 楊哥 這個給你 你等一下進去你就知道了 技術可靠 依可當時 所以這進去有暗號的 這是一個秘密組織喔 我拿給老闆老闆就知道我要幹嘛 知道 自己去冒險 對 這樣就進去體驗一下 體驗就知道 對… 進去探險 老闆在家嗎 有勒 喔… 老闆老闆 你好… 老闆你如果認識我 就沒問題了 我給你請教一下 我們剛才叫我拿一支來找你 技術可靠 依可當時 說拿這個來 你就知道我會做什麼 我知道… 你這裡… 這是高營坑的 高營坑的喔 這裡叫小室 小室 對… 他說我拿給你 你就被我欺負就對了 對… 所以你這裡真的是地道店嗎 這裡是理法院 對… 有目的椅子是真的 不過裡面放的東西都怪怪的 對… 沒有料 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嗎 這都在旁邊 這都在旁邊 還是我這次來你就把我拿去 那邊… 沒有… 我走去那邊 那邊… 那邊… 那邊就剪刀手 那邊都沒有 對… 你們自己看看 這裡面白的雞尻 有哪一個是李隆院 該有的工具 站在門口 你會以為它是鳥墊 走進裡面 又覺得它像跳蚤市場 要你坐下來 讓老闆為你服務 你敢不敢 幸好剛剛蠢蠢 有先給我心理建設 說這位黃大哥 只是外表比較嚇人 他的手藝其實非常溫柔 從十二歲開始 就在理容院當學徒 二十六歲 才頂下這間理髮店自己開業 四十幾年來 一邊收舊貨 一邊發明新玩意 老客人早就見怪不怪 這樣聽來我就放心多了 還有什麼怪怪師 統統給我端上來 黃大哥 你待會兒要去挖礦嗎 沒有 找補 找補 我剛才用這個酒比較清爽就對了 我有準備五個材料 五個材料 這支好了 用我這支 對… 我這支新的 你這黑貴白朗的 這黑貴白朗的 這黑貴白朗 你現在拿黑貴白朗的黑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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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支 沒有這支我自己拿 這支是掌握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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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客人 為什麼要這麼多支 這支就有了 像這樣做相頭的 這裡做一個… 這支就把它搞定了 對 以前都是梯子 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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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的形狂裡面 你有比較敏感的 有比較… 比較沒有敏感的 有的人 裡面是… 淡的 裡面是乾的 有 那裡有半淡的 還有半淡的 還有半淡的 那裡的形狀很多 唉唷 會想說你真的有經驗 不怪人家要讓你影響 對啊 一開始會稍微去雞婆皮 會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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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想說你也會減 阿娘 我覺得我像一隻貓咪 有那個貓咪被燒耳朵的感覺 不錯… 不錯… 我現在要用一支 已經失望 現在比較少人用的東西 特別的喔 對… 好… 拿來看看… 拿來看看… 這支是… 刀 你有拿手嗎 有啊… 我現在沒聽到 沒有… 不要… 不要… 前一支的貓咪 如果有什麼貓咪的地方 你多多包含 這支可以… 你的貓咪要送什麼 貓咪要送什麼 沒有… 這大貓咪要送什麼 是拿出水果 差不多 你要扣… 要扣魚嗎 要扣魚嗎 我扣魚這支是 我剛才四、五十年 的… 折掉鋼,那個… 黑鋼鍋 那黑鋼鍋是要用什麼 是要把… 你黑鋼鍋有沒有看過 他… 把他膠的膠 扣掉 我如果沒看我不會怕 你現在我沒看我會怕 要怕 怕那隻… 只可以適合小隻 小隻啊 大隻啊,怕擠啊 人家真的要用這隻 我不如拿這隻啊 往啊… 我沒拿這隻啊 騙你嗎 比較小人 我…我…我家沒有一隻 比較小人嗎 我…我不要這樣 你如果幫我吃我好 我會塗過腰 不會 我不是在幫你塗 你會怎樣 稍微刮 好像刮一下刮刮 真的都不刮燉 我只知道理容院 會幫人家刮鬍子 掏耳朵 沒想到居然還有刮耳毛 這種貼身服務 老闆說 理容師不只是一個理髮師 也是幫你照顧身體的專家 除了讓你變帥 變漂亮 還會處理喉嚨痛 以及親你眼睛裡的髒東西 我的身體 我自己照顧這家理容院的心意 我真的都領教到了 那個誰誰誰 你不是要帶我去全台南 最奢華的理容院嗎 快點 我現在體力很充沛 要推多遠都沒有問題 這個在路上推 會不會被警察開單 目前是還沒有被警察開過 是喔 我泡完播出以後 就會開始被開玩笑 那可是應該也會 不會那麼順利吧 你們推出來幾次 難道每次都可以這樣 一站又一站 這車都不用加油 不用什麼維修 不用保養 從美納市 美樂市理髮廳往美納市 然後結果沒想到 推了三個橫綠燈之後 輪胎就拋錨了 輪胎滾出去了嗎 還是抱胎 輪胎的輪框歪掉了 歪掉 太重了 這台車太重了 對 太重了 所以我們後來就換了一個新的 這是重新換過的輪子 這個輪子可以承載一頓重 一頓重 對 不要說拋錨還是輪胎煤氣 光是從北區走到中西區 短短三公里的路程 就已經花了一個鐘頭了 坐在上面的人是很享受 但是在下面推的人 卻覺得很折瘦 都走到歪腰了 路程居然還沒有過一半 我的媽呀 台南什麼時候變那麼大了 我已經覺得 那個背後已經有點流汗了 感覺 我們該不會在這邊繞圈圈吧 不會啦 真的推得到你才可以講 你不要帶我出來這樣子 亂不亂洗 逛一下台南也不錯 亮哥難得這樣逛台南 不是 我有空自己來逛就好了 我不用一推這台車再逛好不好 要不然這樣好了亮哥 剩下我們兩個人 真的沒有辦法推到 要不然我們找一個停車格 停一下 這個你可以在我問第一次 還多遠的時候 就先這樣建議 我可以馬上舉雙手贊成 這時候我已經顧不得 這台車有沒有車牌 路邊停車 到底是會被開紅單 還是停車單 我一心只想趕快前往蠢蠢家 鬆一下 各位不要想歪喔 剛剛蠢蠢有說 他家是號稱 全台南最大的理容院 除了一般該有的理髮 掏耳朵和刮鬍子服務 那裡還有擦鞋 修指甲 臉部保養等等的貼心服務 無論你再怎麼狼狽的進去 保證都能帥氣的走 走出來 剛好我現在是貴心骨頂鬍鬍鬍 狼狽的像流浪漢 快快帶我去瀟灑走一會 真香 原來蠢蠢說的 來這裡桑姐就是這個藝術 蠢蠢媽媽 抱歉 我妳抓人 沒辦法看妳 跟妳面對面 我聽說妳這個理容院開很久了對不對 對 現在在那裡 這師父都是35檔的藝術 35檔 所以妳經過35檔了嗎 41年 41年的店喔 對 以前的藝術院都是男士為主 對不對 對 女生就去什麼髮廊 什麼沙龍那種 那男生都是藝術院 那藝術院以前是 應該都是家頭髒啦 毛衣缸啦 口水手啦 我不知道還有 還有年齡的 以前我們也是家頭髒的年齡 後來當主很大 就開始做藝術院的保護 比如說 讓我更加的一個全面化就對了 對 妳們規定說妳做這個理容院 已經四十幾檔了 我們台灣的理容院 是從當時開始的 最蓬勃發展的是什麼 理容院 我們家庭 像是有去槌花圖片的 所以這樣穿著的 以前是乾的嘛 剃頭膽子嘛 對 冷藏水啊 扁蛋 在外面做生理 在廊址就給妳家頭髒 以前都有鋁衣 那種剃頭衣 都放在外面 這樣在加大型的 都差不多75年 75年左右 那時候的79年 很好做 開店就是人家 就是貴運的 很無形 對我們來說也很無形 對 燙到沒燙到 燙到沒燙到 就有了 以前美容院沒有接南客 現在美容院也都接南客 還有一百塊錢的 也影響很大 還有戴安全帽也有關係 安全帽客人 洗頭的客人就沒有了 那以前有客人都洗頭 桃花都吹得很漂亮 現在都是很簡單的髮型 時代改變 人們的生活習慣 影響許多傳統產業 不過我實在很好奇 都說禮容業沒落了 為什麼蠢蠢家的禮容院 看起來還是那麼氣派奢華 三層樓獨棟透天措 如果全都開張一夜 那可以容納多少客人 樓上還超高 很大 對啊 我媽那個時候請建築師設計 她自己 夢想中的理容 相當高大 所以我當時是 媽媽投入了不少紙巾在裡面 對 所以那個時候一樓就是我們剛剛看到 是有修剪頭髮的 然後地下室是按摩 樓上這邊有看有很多很多房間 這邊也是在按摩 就是客人多的時候樓上也可以 當時是做卡拉OK的包廂 卡拉OK跟禮容業也有關係 就他就是把所有的育肉都附和在 男生的娛樂 什麼 男生有時候乾脆先來卡拉OK 卡拉OK完以後再下去禮容一下 然後再去按摩 哇 全套的 對 那後來就沒有做這麼大了 那這個空間 對 因為後來生意就開始萎縮 那所以二樓這邊基本上就開始用不到 用不到 那多可惜啊 空間這麼大 對啊 捨不得母親當年的夢想 被時代給淹沒 在大學任教的蠢蠢 和原本在上海科技業上班的二姐 決定辭掉工作 回家接下禮容院 希望可以延續老行業的生命 於是姐妹倆便把禮容院二樓包廂 和多餘的禮容以改裝 變成具有傳統特色的休閒空間 讓年輕人願意走進店裡 感受傳統產業的魅力 甚至還推出 來禮容院做客的小旅行 將其他老店也拉進來 變成旅遊景點 讓女人體驗被逐漸淡忘的 老派紳士生活 我大概三年前那個時候 剛好轉職有空檔 然後所以媽媽一直在 其實我之前在工作的時候 她就一直跟我說 她樓上想做民宿 那我剛好轉職有空檔 我就說好 我想做民宿 那現在我可以來幫妳經營更改 那我們來做 只是我做的一個建議是 她沒有想到 我跟她說 妳這麼多理髮椅 我們的民宿就是用理髮椅當床 我們睡在理髮椅上 不用另外準備那個床庫 直接理髮椅躺平的也就是一張床 對 所以我可以參觀一下 大概變成民宿會變什麼樣子嗎 可以 房間在那裡 帶我參觀一下 很特別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做民宿的房間 現在怎麼變成好像倉庫一樣了 就因為其實我們這一區沒有辦法做民宿 所以那個時候就被觀光局罰錢了 有被罰過 所以就現在不能做了 對 不能做了 有像房間的房間 還有像床的椅子 那拿來當背包客 我覺得還滿合適的 而且它會變成是一個入住在理容院 然後睡在理容院上面的一個 我覺得很讓人家嘗試的一個體驗 一個新的體驗滿有特色的 會印象深刻 等於讓這個地方更加活化一點嘛 就爸爸媽媽希望這個自己設計自己弄出來的一個心血 除了樓下繼續做理容的事業之外 上面可以閒置的空間可以多做一些利用 一方面是這個會吸引年輕人來 那所以其實我們最大的目的就是 希望年輕人可以透過這個機會來認識理容院 其實是這樣子以前很平常的一個生活文化 那所以他們住進來之後 他們就會很習慣的去樓下看一看 那所以就有點是間接的把它騙進來 然後他去嘗試一下理容院文化之後 我們希望他回到他自己的城市 他會去找他們自己城市的老理容院 那就希望會用這種方式 讓大家去願意接受理容院 那搞不好理容院會有一個機會吸引商機 那搞不好就會有人願意去傳承 那理容院搞不好他就可以永續的經營這樣 有商機才有延續的希望 這個道理蠢蠢當然懂 但這是一整個文化的存亡問題 單靠一家店的力量談何容易 三年來蠢蠢挨家挨戶的採訪紀錄 把這些店的故事集結成企劃案 還上了募資平台 希望可以募還為這些老理容院做點事 然而最終宣告失敗 而捨不得母親的心血複製一具 便把二樓包廂改成創意民宿 卻也因為地點不符合營業規定而破局 換作一般人或許早就已經放棄 可是蠢蠢背負著其他老店家對他的期待 說什麼也要堅持下去 目前理容院行動洗頭車依然持續著 另外他也還在籌劃相關的小旅行 除了要讓大家知道 掌槓的理容院有多厲害 還要讓每一位職人的精神 與故事流傳下去 嘿嘿 是不是覺得不過癮呢 來來來 趕快按下小鈴鐺 訂閱在台灣的故事 就會收到阿亮最新的影片喔